他的這些論述只是在強調一件事 就是呼應這個日本前手上所講的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他只是在呼應這個事情 想辦法把他牽在一起 連結在一起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是因為釣魚台也會被打 是嗎 你為什麼笑得那麼誇張 因為當實際如果老共打台灣 老共打台灣的條件裡面 並沒有釣魚台這件事情 因為老共看釣魚台這件事情 他現在自己就已經去釣魚台了 他就會惹怒日本了 你看最近釣魚台發生的事情 都是因為什麼 都是因為北京跟日本 在那裡 北京的船過去之類的 然後日本就出來抗議什麼的 當然我們也要去參與角 因為那是我們的固有領土 所以老共要不要打釣魚台 跟他攻台這是兩件事情 因為老共說 中共說我打台灣的條件是什麼 他列舉了五個還七個 就是攻台的時機 他基於他所謂的主權 他認為他主權不可侵犯等等這些等等 所以他有設立了幾個 比如說宣布台獨 你宣布台獨我打你 外國勢力干預我打你 駐軍這些屬於外國勢力干預我打你 或者台灣發生內亂什麼的我打你 大概就是他列了幾個 他認為他攻台的條件 但是裡面好像沒有提到說釣魚台 包上什麼事我打你 這個邏輯很奇怪 然後如果說他要攻打台灣 一般我們包括這個兵推裡面 也沒有把這個列進去 這個釣魚台是他的創建 所以可見這個 我要告訴美國這個智庫 你要好好考慮一下 同時釣魚台也你要列入兵推 因為兵推以後 就可以把日本拿進來了 就日本就有事 日本就有事了 因為在一般我們的想像裡面就是說 北京攻打台灣 如果要打台灣的外島比較有可能 就是說像金馬這些 他比較容易先掌握 所以我曾經我有提過 我說北京如果要真的攻台 他又不想造成說 他如果純粹只是要達到威嚇 嚇阻就是說告訴你說 你不要輕舉妄動 或者你不要全部台股之類的 他比較有可能的是 四射導彈當然是一種 這過去打過了 96年台我也就是打導彈 如果真的要攻打 我認為拿外島 對他們來講是最容易的 而且拿下外島之後 他是成本最低 但是效益最大 因為那個國際上的效益 還有對台灣的 那個威脅感 你就會提高 再來是怎麼樣 你的整個對大陸的作戰眾生 馬上少掉多少 100海里以上 你的外圍只剩下到澎湖而已 到澎湖 澎湖到大陸大概 應該還有個50海里60海里 就是台灣海峽中線的 就真的退到台灣海峽中線 就是你的補給 你的運輸 你的船艦以後 再也沒辦法越過台海中線 你現在還可以 現在有金馬在那裡 所以你還可以有理由 越過中線 等到他拿下金馬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理由 可以越過中線 你越過中線 就進入到他的 他的這個 這個勢力範圍類 所以反而是如果他要在 比較這個少資源 而且不想要發動大規模的侵台的時候 那拿外島會是他最直接最快 也是成本最低效率最大的 如果說照這個邏輯來看 我們剛才當然是講說 如果他要攻台的一個情境想定 那現在日本到底有沒有在做一些 策略戰略上面的改變 因為我們看到你剛剛講的是安倍 就是這一個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把美日安保擴大成台美日安保 那岸田在這一次的 烏克蘭的戰爭之後 他比較很積極的站在美國這一邊 也常常講就是說 不能讓烏克蘭的事情在亞太一起發生 那這個講的 當然就是指台海這件事情 看起來他是有要介入 然後戰策略上面跟過去 離的比較遠的這個距離 是有做調整 我認為日本也是從他自己的角度想 每個國家會自己想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日本會因為周邊情勢的改變 而去調整他自己的戰略 他們即將可能今年下半年 會發布新的他的國家安全的 國防戰略這些報告書出來 大概一般預期就是會有 會有這方面的一些調整 那他從他自己的角度來思考的話 其實日本面對的不是只有台海問題 也不是只有這個北京而已 實際上他還有北韓的問題 還有俄羅斯的問題 所以當今俄烏戰爭發生 你認為他擔心的是說 老共打台灣的問題而已 他搞不好擔心是俄羅斯打他 對不對 所以說 俄羅斯如果真的這個 你要去講說 因為你是一個獨裁者 我無法預判的時候 那你其實你 從日本的角度 他更要去想像 我的北方擊倒 北方擊倒跟你俄羅斯的這些關係 會不會你趁亂 或者是最後怎麼樣失去理智的時候 我連日本我也打了 再過來北韓 北韓也是一個不理性的 他也是一個獨裁者 所以其實日本面臨的 不是說台海問題而已 台海問題是 他現在納到他周邊有事當中 因為美日安保的關係 美日安保自然而然就會把 台海的問題跟日本扯上關係 我覺得這不是只有罪 其實從過去到現在 他們就有這樣的想法 只是說 最近因為中美之間的對抗 那美國在這方面也比較敢表態 美國對台灣也比較敢表態 對台海這些問題他比較敢表態 所以相對日本 當然他也就跟著 比較容易對台表態 但是比美國比起來 他都還算是保守的 否則不會 不會是安倍退休了才在講這種話 對不對 那你現在岸田也沒有講 岸田現任他也沒有講 為什麼現任都不講 退休才來講呢 那當然這也凸顯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既然退休馬上講這種話 就代表你在任現任的時候 其實你們都在想這些事情 所以現在的岸田也絕對有把台海的周邊的情勢 納入他整體日本的國家安全防衛跟考量當中 他也會把這個想定放進去 萬一他也發生事情了 這個中共打台灣了 美國有沒有介入 美國介入到什麼程度 因為美國要介入的話 一定會用到日本的機場 用到日本的軍事基地 因為美國在亞太的駐軍 就是這幾個地方 沖啟瓦這些地方 還有南韓菲律賓 這些地方還有南海的船艦 這個大概都是逃不了的 如果台海發生戰事 美國就算沒有直接他的武裝部隊來進入台灣 或者介入 那他周邊這些一定都是馬上提供的 那要不要用到日本 絕對要 因為威脅到美國利益 根據美式安保條約 就是它是一個共同防疫條約 集體安全 所以你日本也要幫忙 你日本也是進來的 跑不掉的